来啦,兄弟们,欢迎收看瞎七八谈,我是老瞎 游戏bug一直是开发者的新头次 由于很多程序在编写过程中没有测试完善 或是与其他指令方向冲突 就会产生错误漏洞 导致游戏程序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完整工作 任何游戏中都存在bug 毕竟软件开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 谁有能保证海量的代码中不出一个错误呢 玩家们也乐意在游戏里寻找bug 一方面可以为游戏添加乐趣 另一方面,如果能从中得到点利益 那就更好了 游戏中一旦出现bug 官方就会派人进行修复 修复的程度嘛,就视情况二定了 如果是那种会造成巨大损失的 比如刷机刷装备,跳关秒怪的 就算是停服,也要修复 遇到那种小一点的,无声大哑的 卡墙,卡地,人物穿模 就干脆不管了 当然了,bug也不是一无是处 游戏bug的存在 不但让玩法更加有趣 甚至还能让游戏起死回生 在MC中,有很多神奇的动物和怪物 像是有好行的猪、牛、羊、鸡 会对玩家造成攻击的僵尸 墨影龙、凋灵等 还有一些不会主动带来威胁的中立生物 这些生物都是设计师脑洞打开 精心设计出来的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爬行者 也就是玩家俗称的苦力怕 一身绿油油的苦力怕 看起来呆萌 总是垮着一张哭丧脸 但破坏力却不容小觑 总是对玩家保持敌意 很多人都曾有过被苦力怕自爆炸死 或是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被炸毁的境地 就是这么一个把玩家坑苦了的怪物 却拥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2009年的时候 MC的开发者Person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 本来是想做个猪的 可他小手一抖 把猪的高度长度写反了 结果出现了一个站立着的猪 这么奇怪的模型 让Person感觉还蛮好看的 或许他也是懒得再敲一次代码 干脆就直接在这个基础上 创造出了一个怪物 并命名为Cripper 最早的苦力怕是没有颜色的 也不会在靠近玩家时 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只有玩家把它干死之后 尸体才会爆炸 后来为了让他看起来好欺负一点 就直接染成了原亮色 咱也不知道开发者会察 会觉得绿了就好欺负 不过苦力怕 确实给玩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根据官方给出的苦力怕X光图现实 苦力怕肚子里藏着一个TNT 他拿副总发达的小脑 能够控制TNT爆炸 除了会对玩家造成伤害外 苦力怕的爆炸属性 还可以用来获取资源 或是解决其他怪物带来的麻烦 强如苦力怕又有害怕的东西 那就是人畜无害的猫猫 遇到之后会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 在MC大会以后 苦力怕也就成了游戏的一大象征 深色王家喜爱 甚至有人为他创作出独立的动画 和娘画形象 直接从方块怪物 变成了软毛妹子 估计Person也没想到 一个创作失败的产物 现在这么火 1989年 天靠智根据小时候捕捉昆虫的灵感 开发出了宝可梦一代的红绿蓝 同时创作出了宝可梦的鱼三家 小火螺 妙娃种子 和金尼龟 在当时发射时 官方设计的 只有150只口袋妖怪 但是在游戏开发阶段 程序言三本冒书 给游戏里偷偷加入了 自己设计的第151只口袋妖怪 梦幻 但是在发射的时候 他将数据锁死 导致别人无法得到梦幻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玩家们一直以为 一代只有150只宝可梦 然而游戏卡带的交料 却没有那么好 导致官方一度暂停了 续组的开发 很快啊 由于程序漏洞 一个玩家在机缘巧合下 激发了这个bug 并且意外地捕捉到了 这个看起来萌萌的宝可梦 当所有人的卡带里 只有150只宝可梦 而你却拥有天下独一无二 甚至官方都没有 放出消息的第151只 是种啥感觉 这个秘密 并没有被隐藏多角 不少玩家根据流传出来的办法 同样揭开了梦幻的枫叶 结果任天堂在知晓这件事以后 反而将梦幻的数据层层加密 玩家无法再通过正常方式 解除梦幻的枫叶 这样一来 导致只有极少数的玩家拥有 这也使得梦幻的只宝可梦 更加的稀有神秘 然而 此举却引起了普通玩家的不玩意 哎 凭什么花一样的钱 它就有151只 于是纷纷写信投诉任天堂 开发组瞬间急得揪头烂额 这个时候 天堂至敏锐地嗅到了商机 它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和动漫杂志 龙满可罗可罗合作 将部分梦幻的游戏卡送给玩家 并在4月15号 举办了一场竞争 将梦幻奖励给胜出的151位玩家 围绕着梦幻对8个触发的角色 圣天堂创造了一大波热度 销量暴增 直接拯救了这款游戏 在之后每一次新版宝可梦发售 或是剧场版上映 玩家都可以根据票根 兑换相应的神兽 如今 宝可梦在群球 拥有超过4.81的玩家 虽然是一款上市27年的游戏了 却仍旧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早期的格斗类游戏 是没有年招这个概念的 由于过度的模拟现实 导致游戏会出现 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一拳的情况 虽然能够很好地保持平衡性 但这感觉 不是在玩回合车游戏吗 没有意思的流畅 和爽快的打击感 那叫什么格斗游戏 1991年 卡普空开发的G8-2 在内部测试时 出现了一个bug 按照设计师的想法 玩家的打击 在命中对方以后 会进行一个短子的时间停滞 用来播放敌人受创的画面 此时双方停滞的时间 应该对的 比方指哪一方抢先攻击 读决了玩家连招的可能性 但实际测试时却发现 玩家受招的停滞时间 比敌人的受创停滞时间又短 虽然短不了多少 却足够反应快的玩家 打出下一次攻击 然后以此操作来形成连击 达到功夫篇那种 畅快的打击感 开发者发现这个bug之后 并没有立即修复 他认为触发这个bug的难度很大 即使要玩家能够发现和完成 于是就默许了bug 在游戏中存在 但他低估了玩家的疯狂 这种靠bug触发的连续剂 风靡一时 同样使得G8系列大买 这种连续剂也得以保佑 并且在后续的格斗游戏中 被发扬光大 不仅如此 G8也是历史上首个 能够有指令 在普通连制的收招过程中 强制取消收招动作的动画 提前使出必杀机的游戏 而且加上了跳跃攻击落地时 会强制结束硬直状态的机制 跳攻击 地面攻击 必杀机 构成了最基本的连续剂道路 这也是由于程序设计失误 导致的bug 卡普空认为 这两个bug的存在 让游戏变得更好玩了 在后续的版本中 依旧将其保留了下来 一直到今天 这两个bug发展出的游戏机制 在很多格斗游戏中被应用 还一度帮着玩家 完成今天的死血反杀 成为此类游戏的标杆 而现在GTA系列 无疑是很多玩家心中的沉坐 从第一代到第五代 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 GTA六夜即将亮相 让玩家无比期待 但第一代GTA 差点就太死服装了 第一代GTA在开发时 就遇到了程序问题 游戏无时无刻都在挡机 电脑卡死 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不管是任何操作 都会导致倒机 这也就导致开发者 想出来的点子 几乎都没办法 加入到游戏中 每当你想对程序进行测试 它就死给你看 开发者每天的工作 就是看着游戏死机 重启 再死机 再重启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款游戏 本身是一个2D的游戏 设计者最初设计的玩法 就是开车和偷车 只能无聊地 重复这两个行为 只要拿掉这个游戏里的车 整个游戏就变成了缓动片 使得赞助商 紧急要求小婷这款游戏的开发 做的是啥玩意儿吗 但是 在最后一次游戏测试中 开发人员发现 原本安分手解 回护社会之安的警察现场 竟然发了风一般的 开着警车撞向主角 而且还一遍一遍地 从玩家尸体上碾压 这让他们发现了新大路 原本设定的NPC 竟然主动攻击玩家 虽然说是8个导致 而且最疯狂的是 这个NPC竟然是警察 家里裴恩兴奋地说 这个突发状况 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这是个卖点 所以我们把它留在游戏里了 随后在解决了 程序档机问题之后 他们真正发觉出了 GTA的灵魂所在 玩家不但可以在游戏里 飙车抢车 还可以干一些 在现实生活中 不能不敢干的事情 甚至是反抗政府权力 瞬间导致GTA大买 以至于之后的几代 都是粉丝翘手以盼的神作 都说程序员是最讨厌bug的 估计GTA的开发团队 应该是无比感谢这个 让他们能够起死回生的bug吧 超级马利奥兄弟这款游戏 可以说是游戏史上的精华 更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当然 即使是这样一个 殿堂级的游戏 也免不了bug的存在 现在的游戏出现了bug 更新一下就修复了 而在FC游戏中 是没有办法通过更新游戏 修复bug的 像是采物龟刷分 吃蘑菇二乱跳 反跳和蹲跳穿墙 等等等等的 都成为了游戏 俗通的必备技巧 其中以登墙二乱跳 最为出名 这也是对后续所有游戏 影响最深的一个bug 在游戏中 当马里奥挑向一堵墙 在接触到墙面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停顿 这时再次按下跳跃键 就可以再跳跃一次 这就是最早的登墙跳 本身是游戏编程的错误 程序将墙体判断于地面 从而刷新了跳跃机制 导致后来很多高玩 都可以依靠这个bug 速通游戏 甚至打出了 让大家惊讶的一套操作 后来任听堂知晓了 这个bug之后 非但没有修复 反而将其变成了 游戏机制之一 这个bug很快 被其他游戏厂堂牵线过去 如今在很多游戏中 登墙跳 依然成为了常见的操作 甚至衍生出了三段跳 多段跳的 大量扫扫作 这些经典bug 非但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反而为游戏开发者 打开了新世界 成为推动游戏 走向成功的中央一作 这里是狭气发谈 下期再见